额额额,趋向向天歌 这首我们从小就背的诗 据说是洛宾王七岁时写的 初唐四节里有三位都是少年天才 王国六岁能写诗文 杨炯九岁通过了神童试 洛宾王七岁能诗,号称神童 卢赵临晚一点 但是被邓王李元玉称为邓王府的司马相儒 这四个人才名很高 但是都没成什么大事 当时的名臣裴行俭 对这四个人有一个评价 他的意思是说 看一个读书人能不能担大任 要先看气量,然后看文章 像王博这几个人啊 虽然有才华 但浮躁炫耀,沉不住气 当不了什么大官 还真让他说着了 王博二十多岁,没了 卢赵临是生病,很痛苦 最后自杀了,大概四十岁 洛宾王从武则天当政开始 就多次上书讽刺 注意当政不是称帝 一直到他写为徐敬业讨武则席 武则天都还没称帝呢 洛宾王因为多次上书 讽刺武则天被抓了 后来遇到大赦又被放了 几年之后参加了徐敬业 起兵讨伐武则天的队伍 还写了一篇为徐敬业讨武则席 之前总有人留言让我讲这篇文章 其中有那么一位 每天在我的视频节留言 啊,讲为徐敬业讨武则席 连着留言好几天我没理他 最后他留了一个评论说 啊,那么多天没理我,大概是怕被骂吧 那就算了 我都不知道该说啥 这篇文章我不讲是有原因的 首先,洛宾王写的是一篇战争席文 就是要在战前声讨敌人 把我方写得特别正义 敌方十分丑恶 煽动性远大于真实性 第二,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武则天还没称帝呢 他的功过主要在称帝之后 所以当时洛宾王也没什么好骂的 就用很多文字去攻击他的性别和私生活 把武则天骂得不堪入目 可是当武则天看到之后 他是怎么说的 这样的人才没有得到任用 是宰相的失职啊 第三,洛宾王跟的这个徐敬业啊 目的本来也不单纯 他是想把武则天赶下去自己上位 第四,我国历史悠久 人才辈出 能轻史留名的人本来就不多 女性就更少 我不会歪曲历史 去刻意美化那些女性历史人物 但是也不会讲刻意抹黑他们的作品 接着讲出唐四杰 后来徐敬业兵败被杀 洛宾王下落不明 有人说他死了 有人说他出家了 江湖上还散落着一些他的传说 杨炯在这四个人里算好一点了 没有特别惨的记载 但是也没有大富大贵 而且据说这个人比较残暴 为官以酷称多有绑杀 绑杀就是鞭吃至死 现在再看裴行俭对这几个人的评价 一阵见血一语成衬 也让我联想到了张爱玲的一句话 出名要趁早 这句话弄得多少人 拼了命的想快点火 可是大家也看到了 四个天才 至少有仨学士渊博 但心智不成熟 早早成名 给他们带来了得意 骄傲 他们带着这份骄傲 长成了适才傲物的样子 他们的文章写得很漂亮 但是却写不出一撇一纳 一个漂亮的人 如果只能享受出名带来的利益 却不能承担同时而来的责任和负担 那么早早成名 是好还是坏呢 热爱古代文学 我是七月白泽 咱们下期再见